你是怎么得罪杨大人的 他 他是一条毒蛇 胡威勇故作害怕 劝李靖小心说话 不出所料 他越是如此 李靖心里就越是恼火 李靖 我知道 杨县砍了你叔叔 但他是奉旨行事啊 胡威勇故意拱火 还假惺惺的姬李靖 千万不要公报私仇 以免显得小肚鸡肠 李靖虽然才高八头 但毕竟年轻气盛 被胡威勇这么一计 本来只想抱怨几句算了 结果一股脑袋全倒出来了 我是扬州人啊 扬县治扬的政绩 瞒得了朝廷 却瞒不了我 胡威勇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 你都知道些什么黑料 快快快 快告诉我 李靖看了看他期待的眼神 确信自己找到了知音 于是一五一十的 把扬县的黑料爆了出来